這件要嚇嚇進行 當然要說到股東結果 股東結果 應該講就是經營者 向民間索資的 民間繳納的出資款 應該佔25% 其他呢 其他都是大股東 或者是董事 他們家族 這就是受害人求償物理 就是 零速國際國流系公司 欠了一億五千萬以上的稅 我們就是要對這個原因就是 他用語音 語音就要補給大家知道 我會講這個就是說 因為臨時管理人不作為 臨時管理人不作為 另外就是 獲利者 獲利者 獲利者就隱匿財產 然後再轉投資 到其他的公司 那在法律上是 在法律上是 要向他追 以向兵追 或者代位追償 這是 我的感覺 我們臺灣的事物法 我們臺灣的事物法 就是 不是積極的去調查 現在 現在加害人隱匿財產以後 法官 藍 檢查官 有的都怠惰 不查 不查他就 你拿著說 舉證責任在被害人 舉證責任在被害人 我們金融機構都很陷 金融機構就是 現在我們還是說 被害人被金融機構調 金融機構你用一個保密條款說 沒有 你不是當事人 不能提供 現在 激政機關也很奇怪 明明有執行民意以後 要去調約這個公司的 所謂的 結算申報的見證 他說 不行 你只能調所得資料 和財產資料的結果 那個結果 而已 就年度的結果 我們叫做靜態報表 比方說他 110年度 要調109、108、107 你不能去調他的盈利失業所得稅申報 不能調他的資產負債表和實力表 我不是說這陷阱 離譜 我經常說 荒謬的倒極點 我們有時間內 就用語音報道給大家參考 我了解這件事後 會繼續對眾 因為這個叫做社會的租稅公平 如果大戶都投入稅 都去靠小戶 收購的稅 這是很不公平 受害股東 永遠求場無穩 這位請訂閱 我們來開啟 可以這樣吧 谢谢大家